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畏物序更生物 这个女命他是在说 天下没有苦更生 天下没有穷物质 这都骗人的 因为他就是更生日柱 他就是更生日柱 很多人都会把这一些术语朗朗上口 没有苦更生 没有穷物质 可是实际上各位 这种状况还是要回归到 八字整体 不是一个术语朗朗上口 你就一定会这样 因为术语的准确度 他是要建立在很多很多条件下 他才会印证的 所以 其实并不是你有这一个特质 你就一定会是像术语所说的 基本上不是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天干的一个排列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戊土生心金 他的地支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戌土 畏土 生金 然后隐木受伤 所以 我们就可以从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了解的去清楚知道 他的一个财心 其实他天生 他的财心就不好 他就是一种破财的一种像 现在 他现在进入的是辛丑大运 进入辛丑大运 我们会知道天干还是一样土生金 地支 在这边 土生金 还是一样破财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财心 他本身就不会很好 而他最近这几年的一个状况 他是从吉亥年进来 我们可以知道吉亥年 银亥一合 对他是从负的变成是零 他是好的 没有错 但是一旦 他的害水又受伤的时候 他又会直接变到 怎样 又直接变回负的 所以基本上他也 只会觉得他的一个财运 就这样反反复复 让他觉得很烦躁 过来 庚子 庚子子丑一合 还是一样土生金去克木 天干 还有日主出干的这一种特点 所以他在庚子年的时候 他必须面临到日主受克 然后他的财心依旧还是很疲弱 所以他的一个财运也不会很好 今年为薪酬 薪酬来讲的话 还是一样土生金克木 还是一样都是金 所以 今年还是一样没细长 所以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他的一个财心本身就弱 本身就弱的话 我们来看看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 就是冠心 冠心来讲的话 他天干 用丙火丙心合 他可以用丁火 所以丙跟丁来讲 最起码 还有一个丁可以用 那地支呢 四身合 五味合 各位 你也知道他的一个 官星 也就是他的一个桃花 其实也不会很好 也不会很好 所以他人生里面两个重要的这个运程 其实基本上 都很不好 因为他本身破财 因为财可以升官 结果他又处在破财 然后过来 他走官运 他直接走官运的时候 四个官又有三个 完全没办法用 所以 他就会觉得很闷 这种八字真的会觉得很闷 所以 你看财心也不行 官心也不行 这一种八字当然 他做什么事 他都会觉得就是 在工作上也不受人重视 在财运上本来就是他的弱项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该怎么办呢 对不对 只好 各位他的一个状况 他的印心很强 他的比肩运也很强 所以印心 他就比较适合走学术研究路线 比肩心强的话 他就适合走公官的这一种 跟人交际的这一种的工作 其实都会对他比较有利 而不是想着他最坠落的 我要赚大钱 对不对 我要在 我要桃花 这一些都是属于他比较弱的一点 但是他可以把他的强项发挥的时候 例如他把他的 笔尖发挥 他人际关系变好了 他其实 他的官运也会跟着起来 他好好的走学术研究路线 他也会在学术路线上走出一片天 自然他比较弱的财官 他都会被带起来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并不是破财破官 他就没办法走什么 他可以走的路线很多 可以走笔尖 可以走 可以走应运 这些都可以出头天 只是他的一个弱项 当他赚到钱的时候 如何守财 如何守财 碰到了另外一半 要怎么经营 这个就是他要去注意的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